朋友们今天这款工具超级震撼 你现在可以把任何东西放到任何的场景里面了 也可以让角色穿上你要展示的衣服裤子鞋子和包包 然后拿着你的产品成型同步的去分享有趣的内容 本期的影片会玩转图片合成 AI创意时代已经来了 完了 我居然把咖啡店的杯子带出来了 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现在怎么办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在Topview首页可以看到很多AI创意工具 比如创建数字人营销视频 克隆头像创建网红角色 还有让角色拿着任意产品进行推广 最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这个Product Any Shoot 可以理解为让任何东西合成到任何场景里 这就不仅仅可以用在营销推广上了 还可以创建很多有意思的社交媒体内容 比如让猫猫弹琴或者画画 点开这个功能 在这里我们需要插入两张图片 产品图片就是你要分享推广的任何东西 可以是带有背景的高清照片 比如这个美女身上穿着的这条裙子 可以看到AI识别出来了她手上的书本 并不是我想要的这条裙子 那我可以通过光标把这条裙子选中 然后点开橡皮擦 把书本这里擦掉 当然如果你有透明背景的PNG格式图片 效果是会更好的 比如我换成这张鞋子的图片 可以看到我棕色的靴子呢 AI已经自动帮我选上了 而这里的目标图片就是 你想把左边的产品放在什么样的场景里 这里就导入场景图 当我们发现导入图片之后呢 图片的某些部分被挡住了 我们可以通过放大画面或者缩小画面 来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比如现在我们就可以看清模特的鞋子了 然后点一下笔刷 下面呢是调整笔刷的大小 在场景图上图选上鞋子的位置 OK选择好 替换区域之后呢 来到左边往下拉 这是生成图片的数量 最多可以一次性生成四张 然后直接点击生成按钮 在右边可以看到图片正在生成 OK图片生成好了 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页面上看不到新的图片的话呢 我们可以缩小页面 已经成功的把原图片上白色的靴子 换成了我的棕色靴子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的靴子呢只提供了一个侧面图 甚至没有提供两双鞋子 但是也非常成功的替换掉了 包括这个模特的站姿 它有一双鞋子是被前面的鞋子挡住了 但是出来的效果被挡住的靴子呢 也换成了棕色靴子 感觉不仅仅是产品行销需要这样的工具 其实社交媒体内容也是需要有创意的输出 比如换换衣服包包场景和身边的物品 都能带给观众新鲜感 它还自带了很多模板可以直接使用 点开右上角把图片下载下来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目标图片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点开Topview的公共模板库 这里有非常多专业针对电商社交媒体 和广告设计的专业背景 而且里面的分类也特别有趣 非常的实用 比如女士的上半身 女士的下半身 还有shoes 鞋子 还有袜子 衣着 点开这里的下拉键 可以看到更多的分类 比如儿童衣着 项链 手链 还有耳环 戒指 这里还有眼镜 连法式都有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数码产品 保健品 还有宠物用品 这里是家具 包包 竟然还有酒类 食物 母婴用品 好多好多分类 在这里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模特 还有跟你的产品适配的图片 把你要推广的产品或者分享的东西替换一下 就可以拿来分享了 OK 回到创建面板 除了标准模型 旁边的创意模型也非常好用 比如我想把模特的打底衣和短裤换成一条紧身的连衣裙 就可以用创意模型了 这里它有一个解释 当你对产品的形状和尺寸没有要求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输入文本提示来进行图像的合成 点开创意模型 然后就是来到产品图片这里 把你想要编辑的图片导入进来 比如我就把刚刚生成的穿着棕色靴子的图片导入过来 在创意模型这里 我们并不需要用笔说来选重要替换的区域 只需要用文本来描述你想要变更的地方 点一下这里的AI设计提示词 会出现非常详细的提示词描述 我翻译给大家看看 它识别出来了我们要推广的产品 包括上衣和短裤 还有手提包和米色的靴子 第二个就是模特在城市或者户外的环境 进行这个服装的展示 第三点就是创意的生成 它让AI生成一个20多岁的自信女性穿上这身衣服 就是让别的模特用同样的拍摄风格来展示这件服装 这也能让我们在行销的过程中做到产品的统一性 当然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提示词这里我们可以输入 比如我想让这个模特坐在咖啡厅里面 看着窗户外面 点击生成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右边就会有四张等待生成的图片 OK两个场景都生成好了 这个是模特穿着这套衣服 就看你的文本提示写什么了 比如刚刚的例子 同一套衣服我可以换模特来展示 也可以从户外换到咖啡店里 那如果我想把主角换成一只猫呢 能不能让猫猫弹钢琴 或者坐在画板前面画水彩呢 我们马上测试一下 比如把这只猫猫放在钢琴的琴键上 让猫猫弹奏歌曲 那小猫就是我的角色 也就是我的产品图片 把它导入在产品图片这里 还需要检查的就是猫猫有没有被选中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要用橡皮擦 先把选中的地方呢擦除干净 也就是AR这里帮我选中了背景 然后再点开笔双 把猫猫选上 OK然后呢是猫猫在什么样的场景 也就是钢琴这张场景图 然后需要画一个猫猫所在的区域 比如在琴键上 或者呢它在凳子上 OK点击生成图片 简直绝了 猫猫很认真的用它的爪子在弹钢琴 就算你家猫猫有多情话 你让它在钢琴上摆拍还是不太可能的吧 但以后用这个功能就可以完美的做到了 把任何东西 比如宠物人或者产品 还有任何的物体 放到任何的场景里面 大家可以理解为把不相关的两张图片 完美合成了一个新的创意 不单单是这样 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法 也就是我可以创作一致的场景 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钢琴呢 我想把钢琴换成一个绘画桌 那目标场景的图片呢 依然是这一张 但是我的产品图片就变了 变成了绘图桌 OK AI这次呢就帮我识别出来了 但是椅子这里呢还没有识别到 我们可以手动图选上 而场景图片这里 因为我是要用绘画桌替换掉钢琴 那我先用橡皮擦擦干净 然后再用笔说把需要替换掉的地方图选上 也就是钢琴的位置 OK不需要任何的文本提示 AI它可以理解到底我们是想要替换 还是说把猫猫添加到钢琴上 OK点击生成图像 再用刚刚的方法把小猫添加在绘画板的椅子上 这样操作可以让环境统一 主角小猫在家里弹了钢琴又去画画了 大家现在应该手养 有很多想法要去试试了吧 别着急 Topview还可以把合成好的创意图片 制作成纯形同步的影片 推销产品分享趋势全都是能做到的 回到首页 这里有一个产品数字人的功能也超级厉害 它可以让模特手上拿着任何你指定的产品或者东西 并且是可以纯形同步的进行产品分享 这里的数字人分类是按产品类别来区分的 比如保健品 香水 数码产品 饮料 还有食物等等 当你选择模特之后 你可以任意替换掉他们手上的产品 让他们帮你推广你的东西 而且模特还可以是你自己设计的角色 点开这里设计你的数字人 首先是性别的选择 然后是年龄 接下来就是可以选择一下种族 这个功能就厉害了 它可以设定模特的衣着还有它的姿势 通过图片或者文本来指定模特的姿势 如果是图片指定的话呢 在这里我们要输入一个参考的图片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找到跟你自己的产品形状相似的 比如你的产品跟这个产品很相似 那就可以选择这个模特的姿势来作为你生成自己模特的姿势了 比如你的产品是方方形的 那就可以选择这一个 而且还有室内和户外 像我就比较喜欢户外 我就会选择这一个 然后点击确认 接下来就是使用我的人脸 也就是复刻我自己 让我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推广产品 这里就把我的图片上传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上传图片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你不能张开嘴巴 然后不能是侧脸 也不能有遮挡物 向我提供的图片呢 就是符合要求的 这个输入框需要我写上我的衣着 还有我的发型的描述 比如它这里的例子就是日常的穿着 还有日常的发型 可以点击这个随机按钮来找一下灵感 比如这个就是居家的风格 还有凌乱的短发 商务风格 这个呢就是运动风格了 当我要推广一些运动产品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让自己穿上运动服了 最底下呢就是环境的描述 比如卧室客厅等等 同样可以让AI给我一些灵感 健身房的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它是坐在车里面乘客的一个视角 OK因为我的想法是想要在户外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公园 然后点击下面的生成按钮 OK生成了四个模特 刚刚我忘记了在提示词这里呢 把我要求的黑色长发呢 填上去 没关系我们再生成一次 这一次我选择用文本来控制模特的姿势 先要确定的就是镜头的类型 有三个选择特写镜头 中颈镜头 还有全身镜头 选择一个中颈镜头 这样会比较方便展示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 下面这个输入框就需要输入产品的形状和我们模特的姿势描述了 比如它这里的例子就是 左手拿着一个圆柱形的饮料罐 而右手呢在画面里面是看不见的 同样我们可以借助AI给一些灵感 右手拿着洗面来 左手呢放在口袋里 像这个是双手拿着iPad 然后看着镜头 其实这个功能我感觉也非常适合分享我们的日常 不仅仅只是推广营销 OK通过文本描述产品和模特的姿势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更加多样的选择 直接点击图片上的使用按钮 我们创建的模特就会被添加到数字人的分类列表里面 比如来到右边点击一下蓝色的替换按钮 我们就可以把模特手上拿着的产品呢 替换成我们自己的产品 这里呢就有提示 产品的图片尽量是干净的 并且不要有别的模特拿着这个产品 模糊的或者太大的或者太小的 当然也是不行的 我想导入一杯咖啡替换掉这里的饮料 这里AI正在识别我的产品 清空一下我的图片的背景 OK它识别出来了我的杯子 旁边呢它会有一个胶唇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替换过去 可以放大缩小旋转和移动 尽量把我们的产品呢 适配到我们的场景图里面 OK点击下面的确认 其实这里的难度还是蛮大的 因为模特的手是有倾斜的 我让他拿着这个咖啡杯是想看看结果 模特的手是不是还是倾斜 然后会不会把咖啡倒掉 效果很让我意外 他把饮料罐替换成了我这个咖啡杯 而且细节做得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变成会说话 纯形同步的影片 点一下这里图片生成数字人影片 很快生成好了 我们点播放 我没有提供任何文本 是他自己根据场景 纯形同步的一则影片 简直就是懒人福音了 当然了如果我们想要中文 也是可以指定文本内容和配音源的 点击蓝色这里的创建我们的脚本 让他说中文 先选中影片 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文本转音频 也可以直接导入音频 先选择一下语言 来到筛选框这里 往下拉 可以看到有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然后呢可以选择性别 女性 我们可以试听一下 编辑平台 无论您是市场营销人 这个声音好可爱 再来轻轻会会的 欢迎使用topview.ai 终极AI驱动的视频编辑平台 心仪 欢迎使用topview.ai 终极AI驱动的视频编辑平台 还不错 我再来看看简体中文的 它的名字是跟刚刚繁体中文的是一样的 同一个音色 它可以说不同的语言 欢迎使用topvie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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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就选择这个假一的来试一下 点击这里的确认 然后输入文本 完了 我把咖啡店的杯子带出来了 怎么还回去呢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很搞笑 我都服了 怎么没有电源拦着我 谁能告诉我怎么办啊 OK就这一段话 可以看到这里最多支持8000个字 8000个字的话 按我拍视频的经验来说 应该有20分钟了吧 所以我们的分享视频可以很长 OK点击生成 OK视频生成好了 来看一下效果 完了 我居然把咖啡店的杯子带出来了 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现在怎么办 要假装没事发生 走回店里吗 不行 我要找个理由 比如 不好意思 我太喜欢你们家的杯子了 不小心带出来了 不过 这也太唐突了 她的手指非常合理的拿着咖啡杯 后面的树叶和女生的头发 在轻轻的随风飘着 有时候说着说着眼睛还会眯起来 而不是僵硬的眨眼 随着头和身体的晃动 杯子里面的液体呢 也动了 而且她的手指也有动作 大家可以去选择你心意的模特 拿上要分享的产品 做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内容 玩法有很多 比如我前面想到的猫猫弹琴 也欢迎大家把有意思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 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还有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完了 我居然把咖啡店的杯子带出来了 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现在怎么办 要假装没事发生 走回店里吗 不行 我要找个理由 比如 不好意思 我太喜欢你们家的杯子了 不小心带出来了 不过 这也太唐突了